这里是可以享受动手乐趣的圣经公益室 听说智慧之王所罗门是一个特别爱祷告的人 有一天神问所罗门你想要什么 所罗门回答说我想要智慧 神听了所罗门的回答以后 不仅赐给了他智慧 还赐给他许多宝物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折所罗门的宝物箱子吧 需要准备的东西有材质两张和胶水 首先把一张纸对角折两次 然后向着中心把四个角折起来 接着向中间这样对折起来 打开来以后转一下方向 然后再向中间对折一次 全部打开来以后把上下两边的三角形 转起来 然后向着中心向上折起来 转一下方向用同样的方法向上折 再转一下方向 照着稍微高于中心的线向上折 然后打开 转一下方向用同样的方法折一下 然后打开 接着把下面的顶角对准第一条线向上折 然后转一下方向对准中心以下的线向上折 这里停一下 要把刚才折出来的三角形涂上胶水沾起来 翻转过来以后把两边折起来的部分打开来 这里要集中哟 要把中心线下面的三角部分一格 像这样朝里面藏起来 右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折 凹进去的材质现在立起来哟 把凹下去的材质向后按一下 然后打开来吧 转一下方向用同样的方法折哟 把里面的棱角部分对准底线折出斜线 右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折 最后要把后面的部分涂上胶水沾起来 箱子的盖子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箱子吧 连续两次对角折 上下各项中心折出一次正方形打开 然后对准上面的线折一下 然后打开来 转一下方向用同样的方法折 再照着中线下一格向上折 另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折 转一下方向 把下面角向上边的底线折起来 另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折哟 给所有三角形部分涂上胶水 四个角底线和中心线相遇 然后照这样向上折 然后打开 另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折哟 翻转过来把四个角向里面折 折出箱子的样子 把折起来的部分涂上胶水 仔细地粘起来哦 箱子就完成了 现在要把箱子和盖子连起来 在盖子的宽的一面涂上胶水 粘在箱子的侧面 宝物箱子就做好了 我们要把所罗门王留下的最好的宝物 就是满有智慧的真言经文 都装在这个箱子里哦